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剑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非常烧脑的悬疑惊悚电影《意外空间》 整部电影弥漫着宿命的绝望味道 号称是墨西哥版的恐怖邮轮加迷失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开头,警察追到了犯罪的兄弟二人家中 兄弟两人躲落而逃,跑下楼梯 警察在后面紧追不舍 眼看两人就要逃掉 警察扣动了扳机,打中了哥哥的腿 但警察明显也被自己开枪吓了一跳 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奇怪的事情开始了 在警察带着兄弟二人继续下楼准备去警局时 到了一楼却发现没有出口 更奇怪的是,一楼的下一层竟是九楼 从一楼楼梯扶手的缝隙看下去 还有好多层楼梯 向向上看,同样也是看不到尽头楼梯 警察有些慌了,跑下楼去找出口 每一会儿竟然从楼上下来 警察不信邪,一往扶手风气里扔了一把钥匙 果然没几秒,钥匙从楼上掉下来了 虽然不敢相信 但三个人确实被困在这九层楼中跑不出来了 幸好无论怎么消耗 楼层中的自动贩卖机中的水和食物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恢复 让困在楼道里的人不至于饿死 但中胆的哥哥 还是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救治而死去了 镜头一转,第二个故事开始 一家四口驱车前往海边 途中继父不小心给女儿喝了有可能引发哮喘的果汁 导致女儿哮喘发作 在拿药的时候又因为过于慌忙而打破了药瓶 女孩的哥哥丹尼尔本应带着妹妹的杯拥药 却也忘在了家里 妈妈决定必须立刻掉头回家 这时爆炸声再度响起 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这一家人被困在了这条公路上 无论怎么开,从哪个方向开 都是同样的公路 同样的路牌,同样的加油站和便利店 甚至连时间都停在了下午 妈妈直接精神崩溃了 几乎又蓄起酒来 哥哥丹尼尔抱着渐渐失去生气的妹妹 待坐在公路旁 这时回到第一个故事 楼道中一困就是35年 警察变成了下肢瘫痪受骨临寻的老头 每天在满是食物垃圾和排泄物垃圾的楼梯上 费力地爬来爬去 弟弟却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扎破矿泉水平 当洗衣喷头 把无数的支架刀排列起来当镜子 在楼道里坚持锻炼 生活津津油条 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肌肉猛男 而第二个故事的一家人 也在公路上过了35年 妈妈早已经是行尸走肉 叙久多年的继父也活得肮脏不堪 但他们竟还坚持维持着性生活 哥哥丹尼尔早就开始独立生活 每天锻炼 吃健康食物 听着音乐 保持着积极的生活方式 随着来自不同空间两个老人的死亡 影片的高潮来临 这处也是最烧脑的地方 楼梯间的警察和公路上的继父 在临终之际开始大声呼喊 他们说自己恢复了记忆 这里导演用了蒙太奇的手法 将两人的遗言凭借到了一起 我按照时间线整理一下 继父说 自己年轻的时候修学旅行 与自己的朋友和水手三人 在竹发上漂游 水手失手打伤了朋友 朋友因此去世 继父则和水手在竹发上被困35年 水手临终时高级姬父 不要上红色的大棚车 姬父没有听水手的话 逃离竹发上了大棚车 但一上车便忘记了之前发生的一切 随后姬父又引发了女孩死亡的意外 被困在公路上35年 姬父告诉丹尼尔 让他记住自己的名字 不要上警车 但是丹尼尔还是选择上了警车 忘掉了之前的一切 引发了另一程意外 导致被困 丹尼尔就是第一个故事里 追逐兄弟二人的警察 两个故事因为丹尼尔的身份 被串联到了一起 成了警察的丹尼尔开枪打人 哥哥意外死去 因此困在楼道间35年 已经是老人的警察 就是现在丹尼尔对弟弟说 绝对不要上电梯 但当可以打破空间的电梯出现 弟弟还是选择上了电梯 由此开始另一个意外 循环下一次长达35年的困局 老人还说 其实他们不是在现实世界里 而是在真实的反面 在现实生活中 第一个故事里的哥哥没有中弹身亡 第二个故事里的女孩也没有死去 爆炸声就是现实与意识牢笼的分界线 爆炸声之前的事件是真正发生的 之后便是自我意识的困局 影片与其说是无限的循环 其实更是有限的封闭 我认为这个循环的空间 可以理解为是内心意识的牢笼 当人犯了无心之失 他的潜意识 就会被困在自己设定的牢笼中 无法走出 现实生活中的意外引起的愧疚 铸造了内心世界的监牢 影片最后 闪回了这些被困的人 现实生活片段 继父和妈妈离婚 打架酗酒嫖娼 最后自杀身亡 但尼尔年轻的时候 努力学习顺利当上警察 娶了老婆 有了三个孩子 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后来发现 老婆与人有染 弄杀奸夫 被判如狱 出狱后自杀身亡 你会发现 被困时候 年轻人往往过得稍微好一些 而年纪稍大的中年人 被困的时候 过得生不如死 直到老去 这是因为 面对意外 年轻人往往会学着往前看 内心的愧疚 无法真正击倒他们 但老年人的内心已经疲惫 更多的是 活在回忆的地狱里 不能振作 无法逃脱 最终死在意识的牢笼里 在现实生活中 也走向毁灭 这部电影 隐喻非常多 十分烧脑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解读 看完后 欢迎留言交流一下 自己的理解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也不要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 每天为你带来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